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玩车界,我是小虾蜜,农村人难道就要一辈子待在穷山沟里,他们需要一个交通工具,自2009年推出汇农政策后,多数农民还是没能力购买汽车,最近玩车界了解到了一项新的政策,国家将会于明年推出最新的购车补贴政策,而且,这次的购车补贴政策,与2009年, 的汽车下乡截然不同,具体表现在以下哪几个方面,第一方面,这项政策只针对拥有农业户口的农民,然而这次补贴对车型的要求也会高一点,此次补贴范围是1.6排量汽车,很遗憾的是,那些排量较高的汽车是不能享受这项补贴政策,第二方面,买车的农民要拿着本人的身份证,户口本,驾驶证,以及 购车的相关手续,到相关部门办理就行了,补贴的费用会一次性打入到农民的账户中,具体补贴多少,根据车型、价格等等综合因素而决定,据了解,至于补贴的金额则是由车的性价比来决定,据悉,此次购车补贴的金额最高可达10万元,需要提醒农民朋友的是, 这项购车补贴政策,也只是玩车界了解到的一些情况,并不代表真正实际的补贴政策,而且,不少农民也会有疑问,为啥国家提倡节能减排,还要实施购车补贴这一项政策呢? 国家给补助为什么不只针对国产车?等等。 对于这些疑问,你又是怎么看待的呢? 欢迎在评论区发表您的观点 好了,本期分享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